神曲 神曲呢 它是中药当中的一个发酵制品 它主要有六种原料 就我们书上说的 面粉 埋肤 拿料 清蒿 杏仁 雌小豆 长耳子 长耳的 这个 新鲜的 它的净和叶 这样其实就是六种原料 六种原料 把它磨碎以后 混在一起 然后加上这个发酵的 这个菌 然后成了一个 中药里面的发酵制品 那么它的 过去的人呢 为了 使这个药变得比较神秘 也就是为了 扩大它的影响 其实这个 除发点是好的 那么就是说 它的六种原料 分别代表了六个方位的神 所以这个药呢 又叫六神曲 或者神曲 六神曲 神曲 简称也可以叫六曲 这个名称呢 当然现在 已经不可能 所以认为它每一个药 就能够代表一个 一个方位的神 但是前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原用下来 那么这个药呢 就是一个消死的专药 所以基本功效就是消失 所以它也可以说 这个消死化机 简单的称消死 或者消死机 化石机 或者下死 这个消死活味 消死活钟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 那么这个神曲呢 也是对 不管什么饮食机制 它都可以帮助消化 而且在改善 这个浮胀 改善这个食于不整 改善这个大便 唐玺 这些方面 都有一定的效果 但都不是很强 很多方面它都有效 但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就不是 它的一个显著的 一些这个特征 那么这个药 最大的特征呢 是它用的原料 比如说清蒿 拿料 昌耳 这一类 有一定的截表退热的作用 略有截表退热的作用 所以对于饮食机制 兼有外感发热 那么这个神曲就是 一个突出的 个性特征 尤其是小儿 儿童 比如说一两岁 两三岁的 那么饮食不能开治 尤其是晚餐 如果这个比较可口一些 多吃了一点 那么晚上就睡卧不安 那么有时候就 那个背给掀开了 有时候经常容易感冒 那么这个就是 饮食机制的基础上 又感受了新的外感 那出现了外感发热 所以在儿科的这样的 饮食机制 建外感的方 常常选用神曲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那么神曲里面 有一种叫做建曲的 最早生产在福建地区 现在全国很多药厂都在生产 那么它的原料 有四五四种 少的也有二三十种 多的超过五十种 那么这个呢 它里面像我们这个文献的二 参考资料 它里面的原料 比如说有紫书 有果根 有经界 有防风 有枪火等等 那么这 发散风寒的作用就更强 如果是外感风寒 比较明显的饮食机制 那么这个建曲 就比六神曲更好 但是六神曲也有截表退热的这个倾向性 是它的原料所决定的 所以这个神曲或者建曲 它的在消失方面的特征 就是外感 饮食机制 兼有外感的时候 那么其他都可以忽略 其他忽略 至于经常提到的古方 一些金属的药 做完剂的时候 把这个神曲作为一个复刑剂 因为金属的粉末 没有那种粘活性 粘不起来 粘解不起来 那么加一点这个复刑的 那么经常选这个神曲 一方面用它来复刑 更主要用它来帮助消化 避免这个矿石内的药 伤胃气 但这种字迹呢 现在都罗后了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字迹出现了 所以这个只是在古代 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毅力 所以这个在此外这一点 我们就也不是强调它了 就作为一个小时代专要来对待 这是关于这个神曲